2020台湾灯会即将在台中登场 主展区将从2月8号到23号 在厚礼花博园区展出 而今年基督教灯区 由台中市教会发展策略联盟主则 以璀璨台中幸福城为意涵 打造灯区主题 这次的主题是新耶路撒冷 那是因为说台中策蒙 希望营造台中成为一个幸福城 那我本身首先联想到的就是 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 最幸福的城市 所以我们以此来做设计 而灯区设有4个主题灯 其中主灯间塔高达12米 塔顶十字架串联灯式 象征生命河流 延伸整个展区 而塔地还有代表新人的衣室 前方更设有一株布满金色叶片的生命树 树中12个枝芽象征耶稣12个门徒 要开枝散叶 结石累累 这次基督教灯区的设计 从这个幸福塔整个延伸下来的生命核 然后底下有蓝白三角形的灯 就是玻璃海 只要来到这边 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 都能够感受到那种浪漫愉悦的气氛 这是我们最大的亮点 除了有灯饰可供观赏 现场将预备表演和福音解签摊位 而基督教灯区位于好神宗教灯区内 应展骑游客众多 周边不开放聆听汽车 民众可转乘接驳车前往参加